OK,讓我們使用一陣子之後 我可以拿這一個TB550 這款軌跡球它下面 這款軌跡球的連接方式有兩種 一個就是用USB Dongle 這款軌跡球它有兩種連接方式 一個是用滑鼠 這款軌跡球有兩種連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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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是用USB Dongle 它會比較穩定 另外一個是用藍牙 它藍牙還有分一跟二 是可以連接兩種不同裝置 這麼固執 我們現在 這款軌跡球有兩種 這款軌跡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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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連接兩種 這款軌跡球有兩種連接方式 一個是用USB Dongle 就是插在USB上面連接 另外一款就是直接用無線的藍牙來連接 它上面還有寫藍牙一跟二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我們來試試看 是連兩種裝置嗎 還是同時連兩個裝置 還是怎麼樣 我們來試試看 這款軌跡球 這款軌跡球有兩種連接方式 第一個就是很傳統 就是插一個USB Dongle 第二個就是用藍牙的方式 那這裡藍牙比較特別 它這裡有寫藍牙一跟藍牙二 那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們來試試看 是連接兩個裝置 這款軌跡球 這款軌跡球有兩種 這款軌跡球有兩種連接方式 第一個就是很傳統 用USB Dongle 插在USB孔上就可以連接 這款軌跡球有兩種連接方式 一種就是用USB Dongle 就是很傳統的方式 第二個就是有藍牙 但是它的藍牙 這款軌跡球有兩種連接方式 第一款就是用USB Dongle 這款軌跡球有兩種連接方式 第一款就是用USB Dongle 就是小小的USB 這款軌跡球有兩種連接方式 第一款就是用USB小小的Dongo 第二個就是用藍牙 藍牙它還有分1跟2 看起來是可以一次連接兩個裝置 我們直接來試試看吧